练习泰拳的朋友呢都知道 练拳呢先求的是松 首先呢要把肩松开 具体怎么松呢 下面呢我教你三个松肩的方法 让你松肩不再难 大家好我是泰鸡飞飞 第一个松肩的方法呢 就是让它有一个对拉拔肠 就是稍结和根结一个对拉拔肠 结结贯穿 咱以上下毛轮桩为例 就是以上下毛轮桩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开合 手呢往前 那么身体呢是往后 这前后的一个对拉拔肠 就是我们的肩关节的根部呢 是向后向下 那么手呢是往前 就是一个对拉拔肠 然后我们说第二个松肩 就是这个筋 这个筋怎么松呢 咱们还是以上下毛轮桩为例 手上升身体下降 这是肩呢是整个这个筋是 是往下走了这个筋 是往下走了这个筋 那么肘呢这是呢是一个沉肘 手呢是一个放松 但是呢放松是放松 这个筋呢不能丢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 手上升身体下降 整个肩牙骨向下打开了 肘沉下来了 手放松了 但是这个筋是不能丢 就是第二种松 下面呢咱说一下第三种松肩的方法 无论你打什么太极拳 什么套路 你每做一试的时候 这个手呢是往前走的 这个肩呢肩关节是往后走的 往后往下走 这个手呢是往前走 这又是一个松 这个松呢是一个对拉拔肠 节节贯穿的一个松 最后我总结一下 松肩呢方法呢 就是用肩关节的根部 还有呢对拉拔肠 用的内筋节节贯穿 把它松下来 好了今天呢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计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弓 弓法一类的学习内容